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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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过去五年中呢 我的web学习经历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首先是茫然不知所措 这是自己在刚接触web编程的时候 自己的一种状态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页面会被渲染出来 在浏览器中它就可以渲染出来 那为什么有些页面它加载的速度快 有些页面加载的速度慢 那又比如说我自己编写了一些静态页面之后 我想把它发布出去 那除了FTP这种方式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方式 那别人是怎么做的 然后暑假过了之后 在上了大一之后呢 自己通过一些朋友介绍了一些项目 然后我就接到了学校学生处的一个小项目 帮学生处编写一套内容管理系统 也就是当时特别火的CMS 但其实接下来的时候 我是只会做一些基本静态页面罢了 根本不知道Masoco啊 这种后端是怎么处理的 然后前端这种动态渲染是怎么做的 当时就纯粹就只会做一些静态页面 那尽管如此 但我还是把它给接了下来 我感觉通过速写引擎应该可以解决掉 然后通过不断的查询 尝试 然后踩坑 踩各种各样的坑 浏览器建容性啊 或者说网页 加载拨卖这些各种各样的坑 最终完成了项目 那通过实践的方式来做项目的话 相当于是把自己学的那些内容也给实践了一下 会加深印象 然后也能够加深理解 上面这个图呢 就是我当时做的 做的CMS的一个首页 它还有一个配套的后台管理系统 在后台里面通过对文章 对不同分类下的文章进行文章的编辑发布 那尘端就可以动态的渲染出来 这个网站当时在学校里面 它毕竟是学校学生处的一个门面 那其实访问量还蛮大的 然后观察底部的话 我在底部留下了一个 相当于是made by 对 上面加上了我自己的名字和一些基本信息 然后后面呢 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留下来的信息 后面有更多的项目就找到了我 那在尝到了项目驱动 亲手实践带来的这种好处之后 我自己便开始去寻找新的项目 那第一个阶段手术 通过在下面 通过这张页面下面的基本一个名字 然后鼠标放上去的话 会跳到我自己的个人网站 然后通过这个渠道呢 有许多人找到我不管是校内的还是校外的 对 相当于是说第一个项目 给自己带来了一些的一定的知名度 那大二大三两年 基本上两年自己就在做各种各样的项目 通过做这种 通过现在看起来似乎很杂 但是这其实拓宽了自己的技术站 我觉得对自己当时来说 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对 因为那个时候并 因为拓宽技术站之后 我现在就有更多的机会去选择 说我想做什么 对 那这就是我学习web的第二个阶段了 那第三个阶段的话 就到了大四的时候 因为是自己在学习web技术 因此绕了许多的弯路 对web技术也没有一个很成体系的一个学习 对 那有时候在面试的时候 在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问的一些 就是问的一些很基础很基础的东西 但当时有时候也想不起来 对 就是因为缺乏了缺乏系统性的学习 所以重复的做外包项目 虽然说可以给我自己带来一些短暂性的收入 但是我觉得毕业之后可能并不利于自己的个人成长 所以说突然有一次就想开了 那我该怎么做呢 突然有一天 偶然的一次思考 让我意识到自己在开发过程中 使用到的开源库代码质量都比较高 然后它的协作规范也 协作流程比较规范嘛 那这些东西就是我想要学习的 那所以说我就毅然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这里边去 投入到学习开源项目中去 那以上是我学习web的三个阶段 在这两年两三年的参与开源项目的过程中 自己收获了什么 导致我 对 我想说一下我自己收获了什么东西 那首先 我觉得应该是时间 因为参与开源项目 它是一件比较富有创造性的一件事情 它需要通过不断的思考 讨论 大家就在一块讨论 讨论 经过学道讨论之后 然后再做一个决定 也就是把提案给发布出去 然后我们才能继续的往下进行 这就比当时自己 这就比当时自己在学校做外包的时候 那种也路子要 要规矩一些 对 那做这样的 那么在开发过程中 做这样的一个 通过思考讨论 做决定 这个流程 因为这个链路比较长 所以说这也需要足够的时间 那比较幸运的是 在我们支流科技的话 大家 就是每位成员 可以比较灵活的安排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时间 那我就会选择在有灵感的时候 比较高效的去工作 在需要休息或者其他事情的时候 就可以 没有那么多负担 然后就可以去做 整体来说 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除了时间之外的话 我觉得参与开源项目 它扩充了我自己的朋友圈 每天只要坐在电脑前 我一定会去刷Github 然后去查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以及自己会关注到项目有什么动态 那对于自己感兴趣的项目的话 我就会去查看一些 作者的一些背景 作者的一些在Github中都活跃过哪些项目 然后他在Twitter或者说在其他社交平台中 他有什么一些 他自己有一些想法 对 就是 那这些都是通过上Github 然后一点一点去抓取到的 然后也有 我觉得有一大部分朋友 有一大部分朋友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跟他们不断的互动 然后发现他们 其实他们有很多我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 然后他们非常优秀 所以我就会去 要么是直接跟他们聊天 聊聊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听一听他们的想法 那要么就是说通过去看他们的开源项目 然后去用他们的开源项目 给他们提衣修或者TPR 就通过这种方式 久而久之 跟作者通过不断互动 大家也就相互熟悉了 那这些的话是一些 对 是一些独立贡献者们 那我还想来介绍一下 两个团队 或者叫团体组织 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开源 我就自己会活跃在开源社区里面 在大一的时候 因为自己在学习wap编程嘛 然后发现了一个网站 叫做frequent camp 通过他通过在线的那种 通过他里面的课程 我做里面的课程 然后掌握了web的一些基本内容 一些入门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平台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了解到 原来在国内是有团队在运营 国内社区的 那我就会积极的加入进去 成为其中的一名贡献者 帮助他们维护 frequent camp中文版本 或者说维护他们的 就是协助维护一些社群组织 通过这种方式 哦对 frequent camp在线下的话 会有许多的 在每个城市 基本上许多城市都会有 自己的社群 那通过参加他们的线下活动 也结识了不少的朋友 那另外说一点 frequent camp的话 它是有一个美国人叫做 Quincy 它是一个老师 然后做的一个平台 然后现在是一个非引力性的 全球性质的 在线教授web编程的平台 那它frequent camp 就希望帮助全世界人们 免费学习编程 我还是蛮喜欢这个平台的 然后遇到身边 想学习 我们编程的人 也都会推荐给他们 那除此之外的话 令我惊喜的是 因为随着自己 朋友圈逐渐扩大 以及在线下会议中 锻炼出来的 从最开始不敢去跟嘉宾 或者 对 不敢去跟嘉宾聊天 到现在锻炼出来的 不恐惧社交 这种性格 那自己 以志愿者身份 加入到了 一个名叫 金金乐道播客的团队 其实 金金乐道的话 它是由各领域 但由联手制作的 高质量中文播客 然后目前月活 已经超过了百万 团队里面有许多 对 有许多我早已知晓的 那些牛人 然后没想到 通过这种方式 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 算是一个惊喜吧 那在参与开源项目的过程中 还有一个 我所收获的技能 所收获到的一点 就是说技能 举个例子 在开源 在参与过程中 我会比较注意 我所用到的库 它的项目结构 它的代码规范 然后会去读 它现在有什么issue 然后有哪些issue 被讨论的比较多 然后有哪些pr 他们在聊什么 然后做什么 以code review 为例子 以code review 为例子的话 我就会比较关心 那些被改变的代码 作者为什么要这么改 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是我的话 我 会不会这么做 或者说 我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那有些时候 我会觉得 作者可能这个地方写的不对 或者我没有看懂 他在干嘛 我就会留下我自己的评论 然后突然 可能第二天 或者下一周 然后你就能看到 Gitara上面 有一个通知 作者就会回复了你的 自己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有时候发现 自己想错的话 通过作者的描述 可以使自己的逻辑能力 更加严谨 或者说 可能较重了之前自己 较重了之前 学习不对 没有掌握的那些知识点 那有时候 作者会觉得 可能我的想法会更好一些 然后他就会采纳进去 然后 经常性的会回你一句 Thanks 对 然后我 我就是 我自己就是通过这种 你一句 我一句的讨论 然后逐渐提升了 自己在Web上面的 一些专业技能 那么 对于没有参与过 开源项目 但是又感兴趣的小伙伴 那他们应该如何参与进来 而不是一直在观望呢 我觉得通过 那这个就是下一个问题 如何参与开源项目 我觉得通过贡献代码 是一种比较常见的 然后参与开源项目的一种方式 在自己做Web编程的过程中 会用到许许多多的开源项目库 比如说早在当年有一些 像Bootstrap这种UI库 或者说像我们现在 APSX-World用到的 Alt Design这些UI库 那有时候就会 用他们的库的时候 就会发现 有时候实际的表现效果 跟文档描述的不一致 或者说你跟着文档走 发现它行不通 那如果假定说 确定这个地方 它是bug的话 我们可以当社区里面 其他用户参与来修正 那我们也 我也鼓励 至少我自己会这么做 对 如果发现GitHub里面 没有人去这样做的话 我自己就会去尝试定位这个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 提交一个PR 那这张图上 是我在2020年的GitHub上面 的Commit记录 然后从图中可以看到 最近比较活跃的是在 我们的APSX项目 对APSX相关项目当中 然后从 然后下面进行 选择器 可以看到 2020年也帮助Alt Design 还有一个IGSF Team 这个它做的是 是一个 是一个把GitHub schema 变成UI的一个库 对 帮助他们修改一些 Bug 对 自己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然后除了贡献代码的话 那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呢 我觉得 不只是代码 那我不只是代码 就是贡献 参与开源不仅仅是贡献代码 以APSX为例 APSX作为一个高性能的开源 网关项目 功能非常丰富 并且 贡献者们的数量 也是在不断增加 那 随着贡献者推动项目 快速迭代 这就造成了 有时候文档和代码不同步 经常性的是代码会 新于文档 对 比文档要新 所以跟着文档会出现 各种奇怪的错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尝试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有能力去修正的话 那我们去提交PR就可以 如果说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 但是不知道错在哪呢 那 我们提交一个e-sure 让社区 让社区的committal 都上去的committal 或者PMC 知道有这么一个问题 这也算是参与开源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对于文档上面的话 文档上面 比如说 有时候错别字 或者说 有时候语句描述的不通顺 或者国际化问题 这种需求 那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参与进来 这部记可以用 Google的翻译 或者说Deeperror这种翻译 来把中文翻译成英文 英文翻译成中文 这样子 只有活跃的贡献者们 才可以推动项目 就是推动我们 Apache API 6 更好的发展 OK 上面的话 便是我这次的分享 主要是讲了 自己的web学习经历 然后通过web学习经历 发掘到学习开源项目 应该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 那到现在的 一直在参与开源项目 然后从开源项目中 收获到了不少 我觉得还挺值得的资源 对 然后最后的话 就是讲一下我个人 是如何参与开源项目的 那我希望通过 上面的一些内容呢 给还在观望开源项目的 小伙伴们带来一些启发 然后鼓励更多人 参与到开源项目当中 对 那谢谢各位 那我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这边 评论 这边留言一下 可以随便问 对 不仅仅是 我是去年刚毕业 相当于是 现在是正好一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我也觉得比较幸运 可以去 现在可以 做开源项目为一个职业 我觉得挺酷的 对 而且比较自由 大家可以随便问 开源项目的话 是一个工作师 然后我们自由科技的话 就是一家开源基础 软件创业公司 然后基于维护 APSX 来做一些 其他服务 对 也是有一定工资的 对 当时在学校的时候 就一直在想 什么时候自己可以 不是不单纯的是做很业务性的东西 而是能在开源社区里面 跟各种各样项目的朋友 然后跟各种各样的项目打交道 现在我觉得 自己正在慢慢朝这点 走去吧 如果对我们 可能自由科技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 对 可以 可以了解一下 OK 那再等两分钟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这次 那我这边的分享 是 对 对 在 我们是远程的 稍等 我把它打过来 然后我们是 是远程情势的 这样子大家 效率会比较高一些 我们的主要工作的话 也 主要工作的话 也确实是围绕着APSX来赚的 然后今年的计划 是把它 APSX那块我没有鼓责 然后APSX-Dashboard那块的话 今年的话会有比较大的改动 然后争取让它做得更好用 不仅仅是能用 对 OK 那再等一分钟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 APSX的PMC里 有多少来自支流科技 APSX的PMC里 两个 比如说像 我自己算是一个 对 然后还有温明 怨声 他们也是 对 嗯 然后我们这块的话 有一个 就是APSX 有一个自己的 APSX页面 那里面可以看到 具体的信息 我发出来 公司对技能有什么要求 因为我这边是主要负责 抢三句话 后端的话 这个的话可以去 对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可以在 Google或者其他数据引擎上搜 支流科技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 相关的介绍 对 OK 那 Jesse还有 董周 有没有其他问题了呢 请 那我们这次分享就先到目前没有是吧 那行 那我们这次分享就先这样 然后如果APSX上有其他问题的话 可以在APSX的GitHub Issues里面来提问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